終極騎士堵在車陣中 就在這時後方似乎傳來聲響 騎士一轉頭 後方車輛宛如轟炸般 一輛輛向前噴飛 騎士瞬間消失在畫面中 換個角度看 原來是輛砂石車進入隧道 完全沒減速 宛如一台禪土機高速向前爆衝 一路猛撞所經之處無一幸免 撞成一團混亂 騎士更被捲入車底動彈不得 有人壓在底下 24號下午宜蘭台九線新澳隧道 55歲張姓男子開砂石車 如保齡球般猛撞 釀成石汽車連環撞 一死十一傷 騎士經過一夜搶救 死裡逃生 中午轉院治療 但這場事故中 76歲張姓男子開著銀色轎車 就沒這麼幸運 整輛車被撞擊假扁 讓他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鬆意不治 令人心酸的是 死者當下原本要趕到醫院 去見糖尿病患者 妻子最後一面 誰能想到自己先走一步 半個小時之後 太太也過世了 我沒有辦法接受 他一個謊生 二少爺爸爸看到 媽媽的最後一面 那我們沒有時間 好好的去準備他的透視 一下痛失兩名至親 家屬悲痛難以接受 更控訴肇士司機和公司業者 至今都沒人來道歉 招式架使被以過失至死 遺送 他服務的公司 也被查出違規記錄累累 依據謊神 將隧道撞成人間煉獄 更讓一個家庭從此破碎 記得林醫生 楊潔豪 分享 喬爾宜蘭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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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